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如果你和我一样很喜欢买化妆品 又看了我birthday haul的part one的话 应该很明白我现在这一刻的心情 看了很久了 看了很久了 想着是不买了不买了 是不买了不买了 然后下没有货囊 也算挺忍受的了 都算挺忍受的了 只有一集买了它吧 索性 买了它吧 就是这样 完全停不了手 大家准备好看part two吗 其实你从我的channel名都知道 5月18号是我的生日 所以Mate这个月 5月份就是一个我的lucky month 我自己会奖励自己 也收到很多朋友仔 好朋友的礼物 所以都很想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看了我Magic Cup那条review片的话 应该对这个眼影盘有点印象了 没错 就是Lily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来的 名叫Lolita 另外它还给了个意外惊喜 我收到时超开心 就是这个Sharlotte Tilbury的限量版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真的超级漂亮 还有很有型 还有很有型 无论是smoky eye 也好 或者是neutral eyes 都一样很方便 接着呢 我就打算自己要收手了 那谁知道呢 当然是事与愿违 那我就隔了几天 其实经过 不断地经过 我都觉得算了 收手了 我已经买了很多了 因为还有些压述 我稍后会讲的Tom Ford 但是 那好伤不伤我的朋友想买 然后当他说要买的时候 那个姐姐就说没有follow 那这样 那于是乎大家都很失望 而最失望的竟然是我 因为我竟然发现 没有follow 原来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想买 那于是乎我们再走的时候 就去了免税店 那见到有follow 那结果我和他都忍不住 买回家 那讲的呢 就是Dior的下跪版系列 那先讲一讲这只五色眼影粉 你一看就会明白 怎样我那么想要的了 大家看看这几只吃的配搭 湖水露 我最爱 然后还要配上今期我自己很喜欢的 古铜色 还有一只金色和这个淡绿色 中间这一只呢 其实你看来以为是白色 其实是带一些纸的 那样 那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配搭挺有趣 除了这个眼影粉之外呢 我也都买了这一只 ok 那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 最喜欢 和最忍不住 走过每一次都觉得是不买 买不买 结果都是买了回来的一个胭脂 那它现在的造型呢 很有趣的 搞到很大 ok 那其实呢 就是一个 一个盒 那它会附送一个套的 它就摺在里面 那我免得拆了 那它有一个 掃 那让你用一下 那一开出来的造型就是这样 那我自己也是呢 就是很少漂亮的橙色的胭脂的 那所以当它来 摆到这个版本之后呢 我就觉得 哇 超美 那我一定要做 我未必舍得用 我说真的 但是 很漂亮的 就是那个感觉 那所以我就 结果都是入了手 那就当是 会加入在我这个 化妆品的collection里面 那现在呢 我又是 其实差不多月底了 那我就 都是 孤主一集 买了它 那包括了呢 就是 它新出的 其实全部大部分都是胭脂 那就是这个 这个 steak 状的一个 胭脂条 胭脂膏 应该这么说 我自己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很喜欢用cream 状的胭脂 因为看上去会自然一点 那最近我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很喜欢橙色 那 尤其是夏天 我特别喜欢用橙色系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一只也是它的 嗯 22号色 那就是带一点点橙的 一个胭脂膏 那 我当时试上手的时候 就觉得 都挺自然 那所以我就入了手 而且我觉得 它都挺大纸 所以应该挺耐用 那然后呢 就是它的 它叫做 Healthy Grow Multicolor 那我之前都有用过Multi Glow 系列它们的粉饼 那 都印象不错 那所以 当它出了一个胭脂版本 或者叫做highlight版本 我就决定都入手 试试了 那它的造型是这样 会有一个掃 这个掃呢 我就 不是说 不有软的 欸 掉了 不是说不软的 但我就是觉得它太軟 就很难掃到这个型 那所以我通常都很少用这一只掃 那它的造型就是这样了 那如果你本身 好像我这样 比较白一点的话 那它是当胭脂用 那但是如果你说 你是 肤色相对地 比较健康一点 健康一点 可以当highlight 这样用 那这个bronzer呢 我真的觉得 我未来三个月都不用再买化妆品 那它也是有一个私用的套 那然后有一个 化妆掃 那这个掃我觉得挺好用的 可以试一下 那但是这一只 我觉得我也是 应该买来操 我应该不会捨得 去整花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了 讲完 那它是一个 经典的Chanel的 山茶花的颜纹 那所以是很漂亮 那看到之后就忍不住 即我连 我真的试都没试 已经没想过实不实用了 我只是觉得摆在这里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这样 差点不记得和大家说 其实我在Chanel 都买了一支化妆掃的 那它们的包装呢 又是懒高贵的 会有个私用途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 没什么用了 那这个掃呢 就是二号掃 是给你可以定妆 或者做修容用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想我拍条短片 review一下化妆掃的 那你们给点时间拿 很快就有得看的了 另外一个化妆品牌呢 我都是想试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 试不试好 那每一次我都是想 嗯 等我找到一个藉口 哄自己开心 那所以有什么 会比生日更值得高兴呢 是不是 我们可以做了 我今年多少岁 37岁了 其实我 对了 再有三年 就达入40 这个高贵的年纪 OK 所以一定要哄一下自己高兴 那我就买了 Dorge & Gabbana的化妆品 那包括了 其实两个都是眼影 OK 那一只呢 就是它的四色眼影 那这个是它的 Regular的collection里面 就是会有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只四色眼影呢 其中一个颜色 你都会觉得我 你最近真的很喜欢这颜色 没错了 就是 橙色 OK 这一只带少少啡的橙色 那然后其他的颜色呢 都是很容易上手的 那这一只小色眼影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试上手的时候 是非常之幼滑 那这一只我会用的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呢 同样地 我也可以拍一条短片 给大家看一下 我会怎么化这个眼妆 那再有呢 就是买了它的 双色眼影 那这一只双色眼影呢 就相对地 是一个限量版 就是夏天 2015夏季限量版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其实这颜色 就相对地有趣一点了 那一只 它们叫做Light Blue 那再有就是 加这一只 铁瘦红色 那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看到它的模特 就是淡淡化出来 又不会觉得很突压 所以我都想试一试 那都是同一句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知道 以下我所说的 那么多产品的 上了面之后的效果 不妨可以在留言 再有呢 也买了它夏季限量版的唇膏 那么呢 大家千万不要被它吓到 我在Instagram拍了照 之后都会说 是蓝色的 那是 大家看来是蓝色的 但是其实它塗上咀子之后 不如我塗它 其实是没有什么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是带一点粉蓝的一些闪粉 所以呢 当你塗上咀子的时候 应该是要加了唇膏 然后才塗它 那就可以当一个 例如你指甲有一个 top coat 那会令到你整个唇色 看上去 是再立体一点的 那其实你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实都看得到 就是这里 你可以看到是 闪了一些 立体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我在Doggie Cabana 的一个收获 那另外一个呢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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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重要 和兴奋 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Tom Ford 那 大家准备好吗 首先呢 我就是看中了它的 下季版本 因为它的 下季限量版 2015下季限量版 在5月17日出籠 那我是18日生日的 所以我觉得 哇 根本就是为我预备的生日礼物 那所以我呢 18日 17日当日 已经过了去 它们的专柜度 入货了 那我第一次入货 就没那么疯狂的 那我只是纯粹 买了它的 Eye Cream Shadow 那 在我的5月Hits and Miss 里面有提到的 包括了 就是这个 叫做 Golden Peach 的一个 Cream Eyeshadow 那即时已经有美女问我 会不会很容易干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 哪方面的容易干 它呢 不是好像我们看 Bobby Brown 或者Mac的 那种Cream Eyeshadow 是稠的 它这个呢 是滋身很多 还有好像 Mousse狀的感觉 所以是不会干的 这个是 但是呢 上了去你的眼皮之后呢 它就很快 会黏住你 即很快就会干身 那你就不用担心 它会 整到周围都是 但是它一直那个妆效呢 看上去呢 就好像你很Grossy 那样的 那所以是 我真的形容不了 我真的觉得 是非常非常之好 那就是 唯一不要儲贵 四百多元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好一次的话 是值得的 那尤其是它再有 是一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 Tom Ford出了名 它的闪粉 又漂亮又3D 又不会入眼 即眼 又不会飞粉的了 那这个是它的 Golden Peach 3号色 那以我所知 现在已经买断了货 那另外 还有的呢 就是04号色 那也有很多美女 大家都知道 我对颜色的喜好 那都猜到我一定会买的 没错 我是买了 就是这个Midnight Sea 那它的 Cream Shadow 就是这样的 但是少少均绿色的 但是 都是上了眼睛之后 你可以 就是无论是深 还是浅 你可以轻轻用手指铐 很容易 brand开它 但是大家一看 就是那只闪的眼影 明白了 立即就是湖水绿了 OK 那是非常之美 那我自己 有一次化了之后 我妈说 哇你很精神啊 OK 那 然后我在当时 都买了一枝唇膏的 就是10毫色的唇膏 都是它们的下跪特别版 它所有的下跪特别版 都会用金色的纸盒 来做包装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 也都会 因为是特别版 所以它所有的packaging 平时是咖啡色的 那它就会用白色来做 那这款我就用过了 所以我可以给你看 它相对地是比较淡一点的 那 看来好像很咖啡 那样 但其实上了嘴都很自然的 那样 其实我最初呢 就没有买到它的 看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 今年那个版本 那颜色呢 是非常之像 Burnished Ember 那 Burnished Ember 是我以前 我可以给大家看回那条片 那是一个 深红色 是很型格的一个 眼影盘来的 不过它已经停产了 那 于是乎很多美女们说 为什么要停啊 为什么不 不继续去 即推出啊 我觉得很漂亮啊 很型的 所以它们今年下季 就推出了 这一款版本 那因为我已经 本身有这一款眼影盘 我就自己 停了手 stop了 那 但是呢 就有朋友送了给我 那 于是乎呢 我就 今天可以 show 给大家看了 那我觉得它们有改进的 那认真说 我觉得颜色上 那个配搭呢 今年呢 是没有去年那个 下季版本 来得那么 那么creative 那 今年的版本 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给大家 看到 那 那 我都可以给大家示范眼妆 就是示范一个妆 那 那 其实 我想 那分别跟那个 Burnish Ember 真的不大 那 真的很远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买到 Burnish Ember 即管 试一下这一款 非常之正 那 它的套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呢 它的套是白色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呢 原因就是 这个就是去年的版本 那去年的版本 为什么我会说去年的creative 很多呢 就是 去年是啡色的 的 的 袋子 但是你看看 脱光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布袋脱色呢 搞到呢 这个那么美的palette 就脱了啡色在那 好肉酸 那所以我觉得它们 今年呢 应该都知衰了 那所以呢 今年那个袋是白色的 那去年的版本 是这样 我就自己觉得 去年的配搭 是型仔一点的 那今年那个就相对地 安全一点 那所以 如果你问我呢 那为什么我会不选 今年那个 选 喜欢上年那个呢 就是因为 我觉得上年那个 型格一些 TOM FOX 但是 如果你今年也是那句 没有Burnish Ember的 又很想试一下 那种装 那今年那种 下季的版本 都是值得入手的 因为 其实你看到 它大概700多元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量呢 真的 我想你一世都用不完 那首先 都是多谢我的朋友 送给我的 那 然后我又再 无数那么多次呢 跟人家 逛街看家吃饭的时候 有走过TOM FOX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走不懂 想走过去 那 又看中了某些东西 那第一件事呢 再入了这一只版本 就是叫做 Nick Bonds 那这一只就更加日常一点 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很漂亮的古董啡 那 然后呢 就是 带这一只少少的 金色的鲜粉 那这一只鲜粉 其实有点像 Golden Mink 那一只鲜粉 那说起 Golden Mink 呢 我其实有几次想入的 但是都没有货 但是当我在买 这个Cream Shadow的时候 它又有货了 于是买了两盒 他们 Regular有出的眼影盘 分别就是Golden Mink 和这个 Seductive Rose 那 Golden Mink 就是 这样的 那我自己很喜欢 这一只色就跟我刚才那只 Cream Shadow上的那只鲜粉 其实挺像的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 Copper色 OK 一个金铜色 你可以近一点去看看 OK 那另外就是 Seductive Rose 那如果你自己很喜欢 就是日系妆用的话 这个其实挺接近的 但是又没有日系妆太过Kawaii 那样 那就是紫色的系列 那也是有它出名的鲜粉 那你可以 日头用上膏这两只色 就会看下去 好温柔 晚上出街可以加多一点 深色的轮廓 那来到去 令到整个眼妆 看下去再隆重一点 那就可以了 接着我还顺便买它 那一只五号嫂 那是一个胭脂嫂 那我也是非常之喜欢它的山羊毛 很幼滑 很舒服 那所以今次都决定入手买它 本来我很想买的 但是它真的断了 但是又被我幸运 有一位客人就决定了不买了 所以它就只剩一千零一支 那就是它的Body Oil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Heaven in a Bottle 是一个很漂亮 金光灿烂的一个感觉 就是 然后呢 它是一个 好像香水那样 那你可以噴一点 那它又不像平时那些 那些Tom Fogg的香水 平时Tom Fogg的香水很浓 那它这个也带一点点香味 然后你塗在一个身上 你会好像有点点 金色的闪粉在表面那里 就看上去好像刚刚晒完太阳 那么健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这样放在我的香水架 都会觉得很漂亮 那所以我就忍住买了 那这样 那还有味道真的 就是 挺香的 那最后呢 也都是 除了化妆品之外 我都买了两个小袋子 那这两个小袋子 那这两个小袋子呢 是我在海港城那间 page one 去重新装修过 所以我很recommend 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 整个的氛围 都是很书卷味 而且是 那些分门别类 都是做得很有技巧 很有组织 那所以 你一定可以找到 你自己想要看的书的 那它除了卖书之外 现在也会有很多的 家具 家庭用品 甚至是一些本地 创作的一些品牌都有 那我今天呢 想和大家说的 如果你在Instagram 应该也会 那现在说的呢 就是这两个袋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袋子就是这样 那是布袋来的 但是那只蓝色 很明显就是 我最喜欢的颜色 那另外也都买了 另外这一个 那这个是可以斜背 那我很喜欢 那这个 那这样的 那 那 那 令到我会想起 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 就是坚持 要去 去飞翔 去高飞 那千万不要给现实的环境 去框住你自己 那我自己很喜欢 那我自己很喜欢 我不知道这个Designer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 聯想到它是这一种讯息 那 那同样地 这一种 就是深一点的湖水绿 和这一种 Tinfini Blue 那我也是非常之喜欢的 一个袋子 有时常常都带 一些名牌手袋 其实都很无个性的 那所以不如 就试一下 支持本地创作 那样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Page 1 看看 因为我自己其实 曾经在TDC那间店铺子里 见过 但是那天就没有货 那从此之后 又见它没有卖过 那难得可以在海港城 找得回 我就立即入手了 那所以我都挺推介 大家支持一下 本土的设计 那整个Hall的Video 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可以 say bye bye了 那我都相信 未来这三个月呢 我都会 叫自己忍受 不会再买东西的 因为真的没有藉口的了 那一定要开始 懂得省家 要懂得理财 那也都相信 刚才说过的东西 应该有时间 可以和大家拍短片 那同样也是那句 有什么想知道 或者是特别想我示范的话 不妨在我的comment box 留言 告诉我 那我就随时都可以拍短片 给大家一起去分享 那再一次希望 大家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点留言 like我条短片 那还有就是在instagram follow我和我互动 那有机会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